第一届花林市长杯沙滩排球赛 从7号开始一连三天 是在北冰公园沙滩排球场举办 一共有16队将近百位选手报名参加 现场还有亲子市集和三座气垫城堡流滑梯 吸引了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游玩 场面相当的热闹 也摆脱了过去单调的体育活动赛事 让民众在看球赛或是参加的同时 不仅有的吃有的看还有的玩 市长把球往上分第一抛 打出一记漂亮开球 正式为球赛活动揭开序幕 从7号开始一连三天 花林市公所在北冰沙滩排球场 举办了第一届花林市市长杯沙滩排球赛 继冰沙庆良夜请止市集活动 吸引到16队120位好手来到现场以球会友 角逐冠军奖杯 除了紧张刺激的体育赛事之外 现场还有亲子市集以及三座的气垫城堡溜滑梯 吸引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往游玩 一连串的精彩表演炒热现场气氛 摆脱过去单调的体育赛事活动 让民众在看球赛或是参赛的同时 不仅是有的吃有的看还有的玩 那我们这是第一届的市长杯沙滩排球比赛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培养更多喜欢打排球的朋友来到花莲 那尤其花莲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沙滩排球场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从运动来了解花莲 然后进而来到花莲旅游观光 这是我们主要的目的 那我们也希望说未来有机会能够办理全国性的一个沙滩排球比赛 那当然我们也会来改善我们这边相关的一些服务项目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提升更多来到花莲的朋友 对于花莲的友善跟好感度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也能够一起相约来这个非常好的地点 来一起玩沙滩排球比赛 然后一起来带自己的孩子们来这边旅游 对于这场赛事 市长魏佳贤也期盼未来能够提升为全国赛事 邀请全国各地热爱运动的朋友来到花莲 一同享受乐活的丰富旅程 而一连三天的赛事在每天下午两点开赛到晚上十点 欢迎乡亲一同来到现场为选手们加油 并且感受热闹的活动氛围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 我大在窟士上 我们下一次每天下午三点 进行 至于 全和充力 完全